第一則新聞是 香港移交25週年 第六屆的政府就職典禮 昨天在灣仔會展中心舉行 新任的特首李家超 在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監視之下 宣誓就任了 習近平強調25年來 一國兩制在香港取得成功 這樣好的制度沒有理由改變 必須長期的堅持 而且他還指出 必須要落實愛國者治港 世界上面沒有國家 也沒有地區的人民會允許不愛國 甚至賣國叛國的勢力 跟人物來掌握政權的 對於香港的未來 他說經歷了風風雨雨 大家深感香港不能亂也亂不起 香港的發展不能再耽擱了 要距今會審謀發展 還要來關心到的是 剛退休的前警政署長陳嘉欽 他在接受媒體專訪的時候 直言確實有政治力介入警察人士的狀況 說有人堅持要某個職務 根本是橫柴入燥 而他也證實了內政部長徐國勇 喬了警察人士 徐國勇昨天三度的反擊 強調警監以上的人士權都是內政部長的 他說我的東西我還要喬嗎 這個指控真的是令人不可思議 再來關心到的是 勞動基金五月 單月就虧損達到了327.5億元了 最主要的關鍵是受到了全球股災大幅的下跌影響 所以截至在今年五月底 平價後的勞動基金收益數虧損 是來到了2311億 這個收益率是負的4.53% 勞動部就表示說下半年要大幅的回升難度很高 再來關心到的是國際貨幣基金 IM在6月30號的時候有發表了最新資料顯示 今年第一季人民幣在全球的外匯存體裡面 這個佔比是來到了2.88% 比去年第四季的2.79%提升了 而且創下新高 目前位居在全球的第五位 同時也來關心到的是美元等主要貨幣的佔比 比上一年同期小幅度的下滑 以美元來看的話 今年第一季的全球佔比是58.88% 比去年同期的59.43% 小幅度下滑了大概0.5% 新北市三重警方日前會同北市警方破獲了 最近這幾年最大的詐騙集團 總共逮捕了32名的成員 這個集團以正妹類交往的方式來炸財 平均一個月可以獲利超過2000萬 從今年的2月成立到現在獲利將近有1億 他們是利用臉書LINE還有交友軟體 以美女照來吸引男生加入好友 在誘騙被害人高價的來買薑黃素 人森膠囊等等的來牟利 出查27個人被騙 其中有一名科技男他被騙了35萬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就可以做噴霧清消 非常的安全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就可以買得到 你不要買好多次都行 我買了